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看到520賴清德正式就任之後 現在也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了 只是現在很多的新政 似乎還是亂糟糟 好 我們先來看到 是最新賴清德 他再度的喊話了 他說企業界應該要來幫員工加薪 甚至是你應該要幫員工 建托嬰中心或是宿舍這些的 好 很多人聽到這句話就說 現在當權的人是誰 不就是賴清德嗎 怎麼好像又把這一件事情 政府也應該做得轉到企業界了呢 所以有網友就說 這總統太好當了吧 開口難道又是功德院在線嗎 又要別人做功德嗎 好 還有人就酸說 乾脆新潮流把這幾年 貪的錢吐出來吧 然後另外還有人說 這是叫做不知民間疾苦 因為又不是每一家公司 都是那種半導體大企業 有些中小企業 你要人家怎麼蓋宿舍 你要人家怎麼蓋這種幼稚園 好 那現在呢 難道說賴清德已經是上任一個月了 還是把證物當作許願嗎 我們另外看到 還有在黃埔校慶的時候 有資深的媒體人 就秀出了一個照片 他說這個女生到底是誰 因為他不只是陪在賴清德旁邊 就連在台上的時候 可以看到在閱兵的時候 本來應該都是 只有一些國防 國安 這一種相關的官員 以及賴清德總統在上面 可是這個人同時也在上面 他說這個人到底是誰 台上的人明明就是非官即貴 要不然就是三軍的軍官 為什麼他可以站在三軍將領 後面來督軍呢 好 媒體就指出說 這個人就是總統辦公室主任 陳毅玲 好 這是不是也代表說 賴辦心風邪雨 因為呢 我們看到過去呢 像是蔡英文在市島的時候 確實包含一些呢 這個副秘書長 副秘書長黃崇燕 他們也會跟在旁邊 他說呢 是不是因為他也很擔心 說這個需要掌握更多的權力 才會這樣跟緊緊呢 好 自己的這個辦公室 令人擔心之外呢 還有是在內閣 跟我們最直接相關的 現在賴政府說還在磨合期 但是大家很想問 這磨合期要到什麼時候 甚至被形容 這叫做外星人內閣 好 我們看到 國會職權這個修法 複議案21號就要表決了 那當然現在立法院的部分 跟內閣團隊 他們要擬定戰略 可是就提到說 尤其是這些財經內閣團隊啊 黨內爭議不斷 私下他們都笑說 這叫做外星人內閣 因為呢 跟現實的狀況是完全沒有辦法呢 活在同樣的時空 甚至有南部的綠委就說 就任都一個月了 怎麼好像呢 大家處在不同次元呢 太傷腦筋了 好 還有一個事情呢 也非常的有趣喔 是在這個民進黨呢 日前開會喔 要討論財政收支劃分法的時候呢 柯建民喔 他就故意問說 金管會主委在嗎 結果當時 彭金龍就舉手嘛 說對 我在這邊 好 柯建民怎麼酸 他說你就是主委喔 我們怎麼都不認識你 然後這個話呢 讓現場幾乎就降到了冰點喔 那甚至呢 柯建民也針對說 郭志輝喔 新任的經濟部長 就任之後呢 他對於核電啊 台電電架啊 這些議題 發表這些看法 他也直接就要求 郭志輝說 不要再這樣了 他說你已經是團隊的成員 不要再講什麼 個人認為了 等於是有這個 總召來教訓部長喔 他說一番耳庭面命之後 甚至柯建民呢 就起身到外頭抽菸 完全沒有要聽 郭志輝來辯解喔 好那現在郭志輝啊 我們之前就說 不要再講他 因為恐怕呢 他現在也很危險了 郭志輝甚至在晚餐會當中呢 還被律委輪番的要求說 他要學會所謂的政治語言喔 而且現在嘲笑野大 認為他就是一個 出包添亂的人 甚至呢律委還說喔 因為郭志輝完全不是政治性格 他馬上呢 就會變成破口 如果有人去提修法 像核電研議的話 馬上呢 也是一個執政的破口 那今天呢 卓榮太也有被問到喔 他說或許大家還有一點不了解 但是那是半個月前的事情 那幾次的參訓呢 都已經會比以前好了 好現在內閣大家一團亂呢 都還不到正軌的狀況之下呢 賴清德這上任滿月的這個好感度啊 是不是也要擔心了呢 好我們看到呢 他的這個聲望啊 就說中錯了將近有10%喔 最新的這份民調當中呢 他只有好感度是48.2%的 那代表什麼呢 他比起上一個月有200萬人 因此就不滿就跑了 好那尤雲龍就說 在台灣如果一個百分點是19.5萬喔 流失近200萬耶 這是對賴清德來講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警訊 那賴清德呢怎麼辦呢 是不是開始要塑造自己暖男的人設了呢 我們看到非常特別喔 竟然很少看到說總統府排降的行程喔 因為呢這個萬里的國中第一名的畢業生喔 他在總統府由賴清德親自接見喔 他說他只是因為他是大學長的身份喔 送上這個紀念題 而且後續喔 總統府還釋出了說 這個小朋友他弟弟啊 在府內啊一直爬 在地上又很小小嬰兒在街上爬 這些很暖的舉動 賴清德跟他的互動 好那我們呢就說 賴清德賴總統呢 我們也想訪問你喔 歡迎你呢 也可以邀我們入府暢堂一下喔 好我們先請教洪威姐 怎麼看說現在啊 賴清德呢才剛就任一個月 看起來新政啊內閣啊 似乎都還是一團亂 對啊明天就應該是 520之後就任滿一個月喔 那現在一些民調出來 其實並不是很理想 比如說像他那個台灣民意 西京會說哇你大概跑 就掉了9%左右 然後大概是跑掉兩百萬人 將近10% 對那而且呢 卓榮泰內閣 他的滿意度也大概只有43% 那麼也是創下 從過去歷任的行政院長 包含賴清德 蘇貞昌跟陳建仁 他們在組個一個月之後 他大概是最低的喔 所以我覺得他們面臨很大的挑戰 不過剛才講了這麼多的議題喔 我真的覺得就是說賴清德跟卓榮泰上來之後 事實上呢他們是採取一個非常 對抗性的一個角色 特別是對在野黨 對外呢 他們事實上就是對抗 然後立刻就是用這個來提赴議案 來做對抗 可是呢我覺得他大概沒有辦法想像 就是說 其實他內部也很不平靜喔 他內部也很不平靜 而且我覺得某一個程度 根本已經出現了內訌的問題了 比如說剛剛講那個陳毅玲喔 其實陳毅玲我們原本來也對他不熟悉 然後現在透過一個媒體人叫做姚慧珍 那你知道那個獨家報導這個 評論的是誰嗎 就是放言 放言的老闆是誰大家都知道 是周玉寇 所以我在講了這麼多 都是不折不扣的綠營的媒體 跟綠營的名嘴 結果呢直接指向你賴清德旁邊的人 說這陳毅玲 而且他形容的 你以為你是金羽正嗎 這個賴清德到哪裡 你都跟到哪裡 甚至連北韓的官方報導都在底下留言 是啊 因為他用金羽正來形容 對 你當他形容為金羽正的時候 你認為賴清德是什麼 他金小胖了對不對 就是獨裁專制的金小胖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的 我不曉得這個幕後搞不好有一些 是不是有一些標案 或者沒有拿到 還是或者是有一些 你沒有重視到我 你以為你沒有重視到我 我現在來評論你一下你 賴清德要看過來了吧 你知道我們還是很有影響力的 我覺得那個意味非常非常地濃厚 就是要修理的意味 好 然後外星人內閣 你想想看 這個其實他們聚餐大概有兩個禮拜的事情 有兩個禮拜的事情 但是今天媒體把它披露出來 而且完全不留餘地的 說柯建民直接的去修理金管會的主委 彭靖榮 直接去修理經濟部長 郭智輝 而且形容是說他修理完郭智輝之後 他就去抽菸了 根本你都不理你 請問一下 這些雖然是新的閣員 可是他們終於就有組織了吧 對不對 他們有他們的行政院院長 你這樣去修理這樣的閣員 事實上在打誰的臉 不就是在打卓榮泰的臉嗎 老實說今天如果我的部署 比如說其他的委員 把我的部署湊罵一頓 我會覺得今天是怎麼樣 你也跟我稍微知會一下 他們是插成這樣子嗎 讓你在外面這樣直接修理他們 洗臉他們 所以我要跟賴清德 還有卓榮泰講 你們不要以為你們對在野黨 對外積極的鬥爭 我告訴你們內鬥開始了 包含你賴清德旁邊的人 或者是卓榮泰 你們的內閣 你們跟黨團之間也開始在鬥 所以這只是上任還不到一個月 你這一個月拿出來什麼東西 你現在去問 我相信你去問路人 大概知道說賴清德一個月 有什麼樣的德政 有什麼樣新的政策 大概就是提到說 復議案 青鳥 什麼兩國論 大概就是這些吧 如果你今天還不能夠去整理一下 去提出一些福國立民的 重大民生的法案 然後在立法院 也不要這麼對抗 有助於你在下個會期 你的預算的推出 因為你的預算很重要 我們要執行的政策 你通通不做的話 我告訴你內憂外患 對 這個內憂外患 恐怕還會再上演 來 輝文哥 這個在李卓榮面前 我就老很多了 你看賴總統講這個話 我2000年開始出來賣藝 逃生活 賴總統講這個話 阿伯總統講過 馬總統講過 蔡總統也講過 現在換賴總統講 這有什麼違和感嗎 陳水扁 馬英九 蔡英文 哪一個沒講過說 呼籲企業要幫員工加薪 對不對 我不曉得我們製作人有沒有聽到 可以幫我加薪嗎 我來了這麼多年 也沒有加過一塊錢 那些PTT的網友 可能都比較年輕 每一個總統都講過 都沒有用 所以你也不用特別去罵 賴總統 我的看法跟王宏威委員不一樣 我覺得賴清德第一個月 第一個月做得非常好 我們來看這個數字 的確沒有錯 5月的聲望是58 可是他5月還沒上台 你怎麼幾天 但是沒有錯 6月是48 一個是58 一個是48 你說他掉了200萬人 請問他得票率幾% 他得票率才40% 即便現在只剩下48% 還有賺 你怎麼這樣 還有賺8% 你剛剛說1%多少人 19.5萬 19.5萬 那算20萬好了 那多8%多幾萬 多100多萬 來 同一個民調 你這個觀眾朋友 我們不要只看特別 這同一個民調做出來的 政黨的支持度 民進黨的支持度 第一名 你看這個數字 國民黨的支持度 加上民眾黨還輸民進黨 笑死人 這民調是我做的嗎 這尤英龍做的 沒有錯 這個代表什麼 就是賴主席的領導 剛剛講是賴總統 賴主席的領導 民進黨千鳥大勝 有不對嗎 你看這個互不隸屬的 這個民調 包括我們TVBS做的 包括尤英龍做的 ET Today做的 都60幾% 70幾%支持互不隸屬 我剛剛跟你講說 賴總統的得票率幾% 40% 我40%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支持我的互不隸屬 他已經去塑造 他是唯一抗中的品牌了 對不對 你自己國民黨 要跟民眾黨綁在一起 你看看賴市長 賴市長當年是怎麼 踐踏議會的 賴清德兩任市長 是怎麼跟吳建保 跟李全教對抗的 他現在在玩誰 他現在在玩立法院 他現在把 他妖魔化的是誰 他就是妖魔化國民黨 你國民黨推的總召是誰 你們國民黨就不推賴市寶 你們就推了一個 兩度被抓去關的 炒股票的復婚期 那我請問你吳建保 李全教 傅昆期 有什麼不一樣 以我的角度來看 沒有什麼不一樣 起了手背 有什麼不一樣 賴清德的套路是一樣的 就是我當市長 我就修理市議會 我當總統我就修理立法院 我就跟立法院對著幹 吵吵鬧鬧 他當年在台南就是吵吵鬧鬧 他在台南吵吵鬧的結果是什麼 去當行政院長 當副總統 然後就選總統就當選了 所以賴清德是在Copy他在台南的那個模式 你們這些錢你們都A錢 你們的小型工程款你們都貪污 都是壞人 這個民眾黨跟國民黨的立委都是壞人 你們都是習近平派來的 他第一個月不是就跟你玩這個嗎 有沒有用 有用 觀眾朋友你看這個 這個來 不好意思 手忙腳亂一下 52% 明天開始要在立法院外面埋鍋造飯 這個在台北市沒有便當的朋友 可以到那邊去領一下 很多便當可以吃 李作人都在下 你是不是也吃那邊的便當 超過一半的人支持行政院的副議 你國民黨有贏嗎 你國民黨在立法院打來打去 炒來炒去玩了幾個月 你是有贏嗎 你剛剛那個風扇的炒打 我很怕打到我 我們忍進一下 家瑜怎麼看說現在 當然剛提到說 雖然有青鳥這些 可是這個內閣 自家人好像也有點意見 我覺得因為內閣 其實上任到現在 確實還有一些磨合的期間 那包括說立法院 其實現在都在針對 這個國會擴權法案 炒成這樣 大家沒有辦法去聚焦說 政策或者是閣員 到底有什麼施政的方向 那我覺得民眾當然期待 趕快進入民生法案 趕快進入大家所期待的 怎麼去解決這個高房價的問題 包括我們過去很支持的 降低公社比的修法 當初內政部長林宥昌 答應我說要推動 然後法案都送到行政院了 現在行政院長換人了 請問這法案 還要不要繼續推動 這個很重要 大家都在期待 然後都跟我們說 這個法案都已經準備好了 馬上這個公社比 就可以降到三成四 我現在要問說 那這公社比到底要不要降 這個真的才是最重要 大家最關心的議題 可是現在講的這個 國會擴權 藐視國會這些 說實話某種程度對民眾來講 還是希望說大家能夠好好的去討論 然後不要就是流於就是謾罵 那剛剛輝文哥所講的民調 不僅是今天的最新民調五成多的支持 前陣子 前幾天還有另外一家的民調 是六成一的支持行政院複議 那我覺得民眾其實現在也分兩派 各說各話 那這樣無據於大家去了解真實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 所有的這些爭吵 國會複議相關的這些 配套立委的這些相關的自律 還是能夠一起來做 這樣子才能夠有助於說 真的立委掌握了調查 聽政權之後 能夠確實有效的去做 而不是淪為立委的上方保健 可以無限上高拿來去作為施壓官員 甚至去遂行立委所想要的這些法案 的另外一種工具 這個就不是民眾所期待的 那李作文我補充一分鐘 這個今天聯合報這個專題 去專訪這個婉婉玉 這是時代力量的黨主席 小燈泡的媽媽 這個卡片是誰寫的 是蔡英文總統寫的 蔡總統八年前承諾的事情做了什麼 我不是檢討小燈泡的媽媽 我檢討的是蔡總統 那這個觀眾朋友 你剛剛看到高嘉瑜 這種就是一支嘴巴給你 高房價 講一大堆 我請問大家 過去八年誰執政 蔡總統執政 過去八年民進黨在立法院 是不是過半 那為什麼高嘉瑜 剛剛講的都做不到 我講錯嗎 民進黨執政 立法院過半 蔡英文當總統 高嘉瑜當立委 然後高嘉瑜講的都做不到 你現在是要怪誰 笑死人了 因為幫幫忙 你現在是檢討蔡總統嗎 我沒有意見 你要檢討民進黨嗎 那為什麼做不到 是誰的問題 是國民黨的問題嗎 還是柯文哲的問題 所以嘛 所以就是說 這些高房價的問題 蔡英文幹了八年總統 高嘉瑜在立法院 哭了四年都做不到 沒有哭 沒有哭 那你講了四年都做不到 那不是敗幹嗎 所以內湖南港朋友 你們不投高嘉瑜是對的 好 我們其實剛剛看到很多的法案 都會說 當時其實確實 也是蔡政府執政 那現在交到賴政府 那這些法案 到底還要不要來進行呢 這也是很多民眾的 名指名高 大家非常關心的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vari人說 還沒看到 你